在這個當中呢,我們要介紹的是黑貓小說 黑貓小說,當你把它點擊進來以後呢 它搜尋小說的方式呢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主編推薦,在上面這個地方,你會看到主編推薦 那它會推薦呢,隨機推薦十本不錯的書 你在那邊看的時候,它會一直轉 一直往左邊移動,顯示下一本書 除了這個以外呢,它也下面第二段 它會爭取你的看書習慣,來幫你篩選出你可能感興趣的小說 一次顯示十本 那根據我個人的經驗 大概每兩個小時,就會換一次 每兩個小時,那這十本書 每一本書呢 你只要對它有興趣的話呢 你都可以點一下 那個書的縮圖 進來以後呢 它會出現說 這個書的分類 還有章節 還有收藏數 還有瀏覽的人數 更新,最後更新的日期是哪一天 這樣子 然後在中間這個地方 會看到的是 他的書的一個介紹 下面會顯示 相關的小說 及作者相關的作品 那這個是 方便我們去找書的 好找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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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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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